这个富婆只是来医院做个全身脱毛 不料却撞倒了头顶上的蜂蜡 导致蜂蜡顺势而下全都浇到了她脸上 不如其来的意外把她吓得不知所措 等美容师走进屋后直接惊呆了 只见蜂蜡早已凝固牢牢粘在了她脸上 吓得美容师急忙拨打了求救电话 可等到救援队赶来后却发现蜂蜡已经完全硬化 由于软化这种蜂蜡至少要用100度的高温 将女孩直接放到微波炉中加热显然是不可怕 她们大吃一惊的是 蜂蜡竟然已经堵住了她的喉咙 为了让富婆尽快地呼吸 队员们只好拿出一根软管出来 强行将管子插进了富婆的喉咙 然后赶忙将氧气罩为其带上 直到呼吸顺畅后 富婆的情绪才算是稳定下来 因为蜂蜡糊脸的救援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见 救援队也暂时没有了办法 为了阻止悲剧发生 他们只好将富婆送到医院妥善处理 这时一名队员注意到 她手上戴着的手镯竟然愣住 因为这手镯不正是他们的老熟人吗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出警救她一死 难不成这个富婆之所以最近没运不断 都是因为她手上的这个手镯 被下部诅咒吗 殊不知 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这个手镯是富婆从古董店 用八十万求来的转运手镯 这是一个价值八十万的转运手镯 富婆坚信这手镯肯定能帮自己带来好运 于是急忙给自己带在了手上 怎料这是她头顶的吊灯突然锁 一言不合就砸在了她身上 吓得闺蜜急忙拨打了求救电话 可就当救援队赶到现场后却慌了神 只见吊灯竟然完全压在了她的身上 看起来存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 好在经过检查富婆的身体并没有被吊灯贯穿 这也就意味着富婆暂时摆脱了生命危险 队员见状尝试着将吊灯从她身上抬下来 不料吊灯由于冲击力已经深深插入了地板下来 这时的富婆竟然开始洋洋得意起来 因为她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死掉 都是她手上的这个转运手镯帮她抵挡的灾难 这件事情让队员一脸诧异 因为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赶快将她救出来 为了更好地展开救援 队员们急忙去测试富婆的双腿有没有知觉 不幸的是富婆此时丝毫感觉不到有人在动她的脚 察觉到吊灯可能是伤及到了她的神经 队员们步步地多想急忙对着吊灯就展开了切割 因为如果不及时将富婆送到医院 她下半辈子就有可能变成瘫痪 就当吊灯腿全都被锯下来后 队员们赶紧将吊灯从她身上搬了下来 紧忙将她抬到了车上准备送往医院 万幸的是经过救治后 富婆没几天就恢复了健康 但还没等她来得及高兴意外又发生了 这天她来到美容店想做个脱毛 不料将疯乱撞倒全倒在了脸上 又再次地麻烦了一次救援队 可就当这天救援队准备下班时 竟然发现富婆的手镯掉在了消防车里 队员们见状纷纷不敢去捡 因为他们怀疑这根本不是什么转运手镯 而是没运手镯 只要碰一下就会倒霉 而一个队员却偏偏不信心 直接伸手捡了起来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一名队员就摔了一个大跟头 一名消防员只是随手捡了一个手镯 没想到下一秒同事就突然摔了一个跟头 起初的他们认为这手镯肯定是个没运手镯 但就当他们来到那名队员脚下才发现 地上竟然有汽油 这一幕瞬间吓得队员们一愣一愣的 毕竟这里是消防站了 一旦起火他们就没办法出警了 为此他们只好暂时疏散人群 对消防站展开了全方位的地面清理 而与此同时 购买这件手镯的富婆也对手镯起了疑心 为了在寻找一件保护自己的贴身物件 她带着闺蜜再次来到了古董店寻找 结果刚走到店里 她就看中了一个紫色的水晶 得知这个紫水晶也是用来保佑平安后 富婆搬起一个凳子就准备拿下来 不料下一秒身后就传来一阵尖叫 原来是闺蜜的肚子不小心被一块石头插中 上厕所的古董店老板见状急忙拨打了求救电话 没想到他刚给消防员说完地址 诡异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只见古董店所有人都离奇倒在了地上 等消防员来到现场后直接被震惊 排除了地上的解人是因为煤气中毒而晕倒后 队员们急忙将他们抬到了外面戴上了氧气罩 好在很快古董店老板就醒了过来 经过询问后插在顾客肚子上的那块石头 是一块白铁矿后 队员们瞬间排除了灵异事件 因为白铁矿中含有硫化铁 接触到胃酸之后就会产生硫化氢 这也就是导致在场人吸入后都陷入昏迷的主要原因 但问题是这块石头又是怎么插入的闺蜜体内呢 经过队员们调去古董店监控才发现 在当时有一名黑衣男子和闺蜜产生了冲突 仿佛要抢什么东西 这才导致了闺蜜被石头伤害 很快这位黑衣男子就被传呼到了警局 经过一番审讯后 警方发现这个男子才是那个舌头手镯的原始主人 他之所以那天发生冲突就是为了拿回自己的手镯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转运手镯 而是一件假冒伪劣产品 为了拿回手镯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趁着富婆做美容时他悄悄溜了进去 结果却不慎打翻了风浪 这也就说明了富婆最近发生的事情 的确都属于是一场意外 故事的最后 闺蜜经过救治后摆脱了生命危险 而黑衣男也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 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 经历了最近的几次意外后 富婆也丢掉了身上的幸运物 和男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明天和意外不一定哪一个会先来 唯独只有珍惜好身边人 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事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